一个文化它要发展必定是需要它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说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然后来做这个文化我觉得是很好 最喜欢的桥牌是什么 O4还有Spring 最近最喜欢的桥牌是什么 Rough Simon 跟阿迪达斯的合线 然后最想给桥牌买的食肖单几是什么 包吧 女孩女人都喜欢包吧 金座找到188的味觉 靠ice cream吹捧 别人做的颜值很难打 你说怎么会打 别打脸 打脸还怎么靠颜值吃饭 然后你最想和哪个玩笑换脸 我觉得都是别人想跟我换脸 然后为什么最近开始说涂味的情况 我觉得我说出来的不算涂味吧 因为我又不涂 我觉得我说出来应该是情话 比较深情的那种 然后最近最喜欢手制作的哪款表现吧 大笔孔 然后多说你的毛鸡 是你最想的哪个手吗 我很喜欢他 我觉得是时候碰面了 可以抱一个棒子 如果你是胖博博的想要吗 胖博博咖啡 跟子齐卖片 然后请艾斯认真的讲书 你说EF会变回到 第一个排名部分先 一个透明的小V卡 然后向遥 然后住进耳朵里 然后一个夏日海鸥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是 Double One 为什么红了以后 平安局就上台了 然后算了 大家也会再给他记录 接触说唱是 八年前吧 但是接触了之后 然后又过了一两年才开始做 父母的观念的话 也是比较属于那种传统一点的 他们就会觉得 比起现实跟梦想 一定要让我选择比例 赞中现实多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现实 那么你才能去追求你的梦想 中国肯定是有说唱的 只要中国有rapper在做 中国肯定就是有说唱的 那么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很偏激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觉得 这样子大曝光的平台去做了这种文化 就会觉得变质了 就会觉得说 都是噱头 一个文化它要发展 必定是需要它的一个方法 一个途径的 那现在就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平台 然后来做这个文化 我觉得是很好的不管说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被所有人都喜欢的 但至少hiphop的这个文化被大家被你被我被身边所有人都去了解到 现在的我们做音乐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太多的有才华 但是被埋没被人看不见的一些人人才了 然后呢同时大家这个圈子没有达成一个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那些不太出名但是音乐作品很棒的人给予他们支持 而不是谁谁谁谁火火就只会去关注他 而去忽略了这首歌到底好不好的本质 所以我想要给你一个视频来说 这里是一个视频的Ice 这首歌是从中国的歌曲 什么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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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个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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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美国人的歌手 你认为 你认为 美国人的歌手 可能 你认为 你认为 他们的美国人的歌手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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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有些人 没有英语 甚至没有英语 甚至没有英语 他们都在英语 成为歌手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一定可以 好 今天有人夸我 我肯定还是挺高兴的 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吧 对 其实我平常还是两种吧 我平时穿它还是两种吧 要么就是我是很休闲 很运动 要么我就会很正式一点 我很喜欢黑色这个颜色 因为它给我带来的感觉 是有无限想象的可能性的 第二 我觉得我的性格 其实也挺黑色的 我觉得跟风两种嘛 第一种是 这个人他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是出于 他对这件东西的热爱 正好他喜欢的东西 被大家都所喜欢 所以他会被误解为跟风 还有一种跟风 就是他对于 这个东西之上的东西喜欢 比如说他的偶像 或者说他喜欢的 谁谁谁谁谁 或者说大多数人 他身边都喜欢这个 所以他会去选择喜欢这个 但其实他是对这个 他喜欢的东西不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跟风 没有关系 但大家一定要去理性的跟风 就是你可以去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你可以试图的去了解他 再去喜欢他 其实这个推荐大家很多牌子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我说的 怎么样去搭配好 才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五位制作人的话 我来说的话就是分成两派吧 我觉得狗哥跟月哥是属于派的 他们可能会永远都属于 old school 老学校一点 然后其他 Chris 然后直习记 然后微博哥的话 他们三个分在一组 是觉得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属于 穿搭会比较时尚先锋一点的那种感觉 我心中排名三个最潮的选手 好那首先把我排出去不说哈 呃咖喱 low go down out 对